为什么这些洞穴成为游客的新进旅游胜地呢 因为实在是太酷太美了 你见过在隧道顶部安家的萤火虫吗 萤火虫铺满隧道顶部 在夜晚发出柔和的蓝光 如星空般美丽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山洞在哪里吗 而且竟然能够大到容纳下一座摩天大楼 里面长满了各种洞植物 俨然一个小型丛林 幸运的是这些洞穴已经对外开放 如果你不能前去 没关系 所以我们一起云游这些世界最美洞穴吧 第十五位 萤火虫隧道 萤火虫隧道正式名称为大都会隧道 并非自然洞穴系统的一部分 而是一个被自然重新占领的人造结构 该隧道位于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的崎岖地带 是一个废弃的铁路隧道 经过时间的洗礼 变成了一个奇异而迷人的世界 这个隧道建于1880年代 作为一条铁路的一部分 长度约为2000英尺 穿过坚固的岩石 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将页岩油 从矿区运输到主铁路网 然而隧道的运营时间并不长 因积聚的烟尘和烟雾 使其变得危险 于是在1915年关闭 多年来隧道大部分被遗忘 一端被封闭已形成水库 而北入口则被碎石和植被阻塞 通道里积满了净植的水 几乎被厚厚的绿植掩盖 任其腐烂 然而在1995年 隧道被排水并部分清理 展现出迷人的自然转变 隧道阴暗潮湿的环境 为萤火虫的栖息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萤火虫在隧道的顶角安家 这些萤火虫发出柔和的蓝色深物光 照亮隧道 仿佛星空般美丽 如今这个萤火虫群落 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之一 吸引着前来观赏 这一超现实奇观的游客 尽管隧道已经部分清理 但在暴雨过后 依然容易发生洪水 在这样的日子里 隧道入口处 常常形成小屋布 暴险的游客 有时会在游泳圈 而火虫进萤火虫上 漂流穿过隧道 向更深处滑去 随着深入 萤火虫的光芒愈发的明显 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体验 仿佛进入一个 自然与非自然相遇的隐藏世界 第十四位 蒙马洞穴 蒙马洞穴位于肯塔基州中部 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洞穴系统 通道超过400英里 比其他任何已知洞穴系统 足足长出100英里 这个庞大的地下迷宫 已有数千年的探险历史 考古证据表明 美洲原住民早在2000到8000年前 就开始踏足这里 进行探索 想象一下蒙马洞穴的深处 是一幅错综复杂的地下画卷 通道和洞穴交织在一起 某些地方狭窄到 游客不得不爬行和攀爬才能通过 这里的壮力不仅在于长度 还在于那层层叠叠的地下走廊 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在洞穴顶部 你会被各式各样的地质奇观震撼 种入石和石损 犹如大自然的艺术品 从洞顶垂下 从地面升起 诉说着数千年的沉寂故事 更有一些区域闪烁着石膏晶体的光辉 宛如星辰在微弱的灯光中闪烁 这里还有开阔的园厅 宽敞地让人感觉 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天然礼堂 历史上会用作多种用途 说到人类和这个洞穴的故事 那可真是悠久且复杂 19世纪早期 蒙马洞穴被当作消食的采矿场 消食是火药的重要原料 到了1840年代 部分区域甚至变成了 治疗结合病患者的临时医院 患者们相信 这里凉爽的空气 对健康有好处 在某些地方 如哥特大道 至今还可以看到 19世纪游客 留下的涂鸦和小石碑 仿佛在讲述 那个时代的故事 蒙马洞穴的石灰岩 形成于大约 3.5亿年前的密西西笔记 那时 这里还是一片浅海 随着海水的退去 略带酸性的水 慢慢侵蚀岩石 造就了今天 我们所看到的庞大隧道 和洞穴网络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啊 第十三位 龙泉洞 龙泉洞坐落于 日本北部的岩首县 是日本三大石灰岩洞穴之一 凭借其广阔的洞室 复杂的构造 和迷人的地下湖泊 成为了天然纪念物 令人神往 洞穴的勘测开始于1920年 迄今为止 约两英里的部分 已经被探索 其中只有半英里 向公众开放 不过探险者们的研究显示 这个神秘的洞穴 可能还延伸超过三英里 等待着更多的发现 龙泉洞因拥有一系列 令人惊叹的地下湖泊而闻名 这些湖泊的水质 被誉为世界上最清澈的 洞内发现了八个湖泊 这些湖泊的水源 来自流经石灰岩基岩的地下河 在公共旅游线路上 有三个位于游客可及之处 水下照明装置 使得湖水呈现出 令人屏息的蓝色和绿色 得于石灰岩的天然过滤功能 还有一个深达400英尺的湖泊 未对外开放 成为日本最深的地下湖泊 吸引着无数好奇的目光 游客在龙泉洞 可以体验一条30分钟的导览线路 沿途通过高架步道 桥梁和楼梯 带领你从水面 一直走到洞穴的顶端 在这个神秘的地方 还栖息着几种稀有的蝙蝠 如褐色长耳蝙蝠 东方长指蝙蝠 西伦多夫式管鼻蝠和大蹄蝠 他们为龙泉洞的地下世界 增添了独特的神秘色彩 仿佛在搜寻着无尽的故事 第十二位 奇诺伊洞穴 奇诺伊洞穴位于津巴布为中北部 距离首都哈拉雷西北 仅84英里 是一处令人着迷的石灰岩 和白云岩洞穴系统 也是奇诺伊洞穴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这座隐藏的瑰宝 为游客揭示了一个 超越地表的地下世界 一踏入洞穴 迎面而来的就是 清凉湿润的空气和四周的宁静 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止 洞穴的明星景点是沉睡池 这是一个水着清澈的湖泊 水温全年保持在72到75华氏度之间 舒适地让人想沉浸其中 尽管潜水员曾深入探索湖泊 到达330英尺的深度 并发现了连接不同洞室的水下通道 洞穴的真正深度依然是个名 特别是其中的一条通道 将蝙蝠洞黑暗的子龙室通向盲洞 展现出一个复杂的地下网络 远远逃出人们的探索范围 奇诺伊洞穴的偏远位置 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感 游客相对较少 使得每位来访者 都能在宁静中尽情欣赏其美丽 这座洞穴不仅让人得以 亏津巴不韦的自然器官 更邀请人们深入探索 这片地球上最神秘 且未被探测的地下景观之一 第十一位 乌流泉 乌流泉位于佛罗里达长辖地带 颠覆了人们对该地区淡水的传统印象 提到佛罗里达 很多人可能联想到浑浊的沼泽 嗡嗡作响的蚊子和潜伏的鳄鱼 但乌流泉则提供了一片 清新宜人的绿洲 这里的水源源不断 清澈透明 宛如自然的明珠 而最迷人的部分 其实在水下 一个广阔的地下洞穴系统 深藏于泉水之下 这片由石灰岩雕刻而成的神秘洞穴 距离水面58英尺 延伸超过1600英尺 虽然专业探险队 已经绘制出1642英尺的洞穴地图 但专家们认为 这个地下迷宫的延展 可能远不止于此 涡流泉的洞穴系统 是数千年自然侵蚀的产物 为酸性的地下水 缓慢溶解式灰岩 造就了今天这个独特的景观 不断流动的淡水 不仅让泉水保持清澈 还为泉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安全环境 避免了其他洞穴常见的潜在危险 因此涡流泉 成了专业和业余潜水员们的热门目的地 这是一个理想的培训基地 提供从初学者课程 到高级洞穴潜水认证的多样课程 潜水员可以探索洞穴深达 115英尺的区域 穿越通道 欣赏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地质构造 超过115英尺的深度 洞穴仍在延续 最大深度达310英尺 但更深的区域被屏障封闭 以确保潜水员的安全 避免它们过于深入 尽管涡流泉人气颇高 但洞穴系统的全貌 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绘制 这为未来的潜水探险者 留下了无尽的神秘与探索的空间 第十位 穆维尔洞穴 穆维尔洞穴位于罗马尼亚 仿佛一座与世界隔绝的生态宝库 数百万年来几乎未曾改变 1986年被发现的这个地下器官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人们得以一窥那些 完全隔绝环境中 独特进化的生命形式 洞穴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 黑海海岸附近的荒原之下 虽然相对较浅 但其内部环境 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 穆维尔洞穴形成于 约550万年前的中心世纪时期 伴随着剧烈的地质和气候变化 它主要由石灰岩构成 形成过程使酸性水 慢慢侵蚀岩时 逐步创造出 错综复杂的洞穴和隧道 这里最独特的地方在于 完全封闭的环境 导致生物呢 再次进化出了奇特的适应性 洞内空气的含氧量仅有10% 而地表呢 通常为21% 此外 洞内还充满了较高的二氧化碳和甲烷 甚至还有少量的氨气和硫化氢 这样的环境 对地表生物而言 无疑是致命的 但在这里呢 却有一个繁荣的生物群落存在 人类呢 显然不太适合再次居住 目前已知的物种 大约有48种 其中33种是特有种 意味着它们仅在这个洞穴内存在 这个呢 我们以后会专门制作影片介绍 洞内的居民 包括蜘蛛 蝎子 蜗牛 昆虫和水质等 许多生物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 进化出了独特的生理特性 穆维尔洞穴的食物链 是基于化学合成 而非光合作用 化能合成细菌 会氧化硫和甲烷 生成有机物质 成为生态系统的基础 这些微生物 成为各种无脊椎动物的食物 而这些无脊椎动物 又是更大物种的猎物 维持着一个精妙的生态平衡 这个神秘的洞穴 仿佛是自然的实验室 展现出生命在极端条件下的 奇妙适应能力 第九位 诺丁汉洞穴 在繁忙的诺丁汉室下 隐藏着一个古老而广袤的地下世界 由八百多个洞穴隧道和通道构成 尽情展现着这一城市的神秘魅力 这些通道在柔软的沙岩中雕刻而成 随着每年的新发现 诺丁汉的地下迷宫 愈加地引人入胜 诺丁汉与其地下世界的深厚联系 可以追溯到古代 城市最早的名字 Pygo Kovak 被认为源于前罗马时期的英国语言 以为洞穴之地 这个称谓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在城市的地下 确实藏着一个庞大的洞穴网络 这座城市呢 坐落在柔软的岩沙山脊上 莱恩河和特伦特河的金石 形成了低矮的悬崖 诺丁汉的洞穴历史用途多样 比如布罗德沼泽购物中心下方的 中世纪皮革厂 就曾是当时的工作场所 还有些洞穴呢 提供庇护和安全 而城堡沿下的秘密通道 则是为了隐秘和保护而设计的 几个世纪以来呢 这些洞穴还被用作 储屋室 啤酒屋和地牢 甚至在二战期间用作防空洞 如今城市中 到处可见不起眼的小门和大门 悄然通往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 目前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 正在进行诺丁汉洞穴调查项目 致力于为整个洞穴系统绘制数字化地图 这项工作已经发现了多个洞穴 有些甚至隐藏在私人住宅之下 许多居民惊讶地发现 自家的地下室或者花园中 隐藏着通往这个迷宫的新路口 2017年 一群住在曼菲斯尔德路的学生 在他们的地窖里 发现了一段通往未知地下空洞的台阶 表明诺丁汉的地下世界 还有许多未被揭示的秘密 在诺丁汉地下网络中 最著名且可参观的部分之一 是位于即将拆除的布罗德沼泽购物中心 下方的布罗德沼泽洞穴 这儿将作为名为洞穴之城的景点 向旅游开放 参观者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 探索雕刻在沙岩中的中世纪皮革场 一个中世纪贫民窟的遗迹 以及城市的主要沙岩防空洞之一 这些导览生动地展示了 曾在诺丁汉地下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生活场景 仿佛让人穿越回那些古老的时光 第八位 贝纳吉尔洞穴 位于葡萄牙南部海岸的贝纳吉尔洞穴 堪称自然海洞的壮丽典范 由汹涌的亚特兰大洋雕刻而成 这些洞穴展现了海浪对悬崖的侵蚀力量 形成了一个由凹陷的洞室 蜿蜒的隧道和开口组成的迷人网络 每一处曲折的轮廓 都仿佛在讲述着大自然的历史 深邃而神秘 在地质学上 洞穴通常指那些小而美丽 靠近水源的天然结构 而贝纳吉尔洞穴则超越了这一定义 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体现了侵蚀与时间的魔力 洞穴的岩石不仅色彩斑斓 还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令人叹为观止 贝纳吉尔洞穴的最大特色 在于其壮观的眼睛天窗 与许多其他洞穴不同 这里通过顶部的圆形开口 引入自然的阳光 形成了一幅梦幻般的画面 这个眼睛的形成 是海水和上方降雨 共同侵蚀的结果 逐渐导致较软的石灰岩塌陷 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使得游客在洞内 能感受到与外界的奇妙连接 洞内呢 还有一个隐秘的沙滩 完全与外界隔绝 只能通过水路进入 这个沙滩如同一个秘境 等待着探险者的到来 最简单的到达方式就是乘船 尤其是在旅游旺季 许多游船每天都会经过这里 带领游客领略洞穴的美丽 然而只有通过披花艇 或者历史滑水版的人 才能真正登上沙滩 因为强烈的波浪和繁忙的船只 使游泳进入洞穴变得不安全 因此冒险者呢 需谨慎选择 尽管贝纳吉尔洞穴备受欢迎 它依然保持着一份神秘感 隐藏的沙滩 阳光透过眼睛洒下的光辉 以及这些奇观背后 数千年的自然历程 使其更具吸引力 仿佛在召唤着 每一个渴望探寻未知的旅人 最佳游览的时间呢 是清晨 阳光以完美的角度 照射进洞穴内 洞穴被金色的光辉包围 此时的游客相对较少 带来更加宁静的体验 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 不过狭窄的道路 和有限的停车空间提醒游客呀 这里并非最初设计 用来容纳大批游客的地方 保持着它原始的自然魅力 第七位 弗里奥洞穴 弗里奥洞穴 这个位于摩洛哥北部的神秘宝藏 藏身于里夫山脉 和中阿特斯拉山脉这间 就在古城塔扎的外源 几十年来 它吸引了无数勇敢的探险者 前来探索 这地方人亲切地称它为 格拉特·弗里奥 这个北非最大的洞穴系统之一 宛如一个迷人的地下世界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想象一下这个洞穴 就像一个庞大的迷宫 里面有错综复杂的通道 和宽广的洞室 深度竟然达到了885英尺 塔扎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曾在阿拉伯帝国和马里尼德王朝时期 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 在弗里奥洞穴和在探险者游客心中 是个隐秘而珍贵的瑰宝 前往洞穴的旅程 本身就是一次冒险 一旦踏入 你会被数百万年 自然雕刻而成的奇妙世界所震撼 在洞穴的深处 碳桑盖构成的 中乳石星罗旗布 有些甚至像教堂里的 巨型石柱 气势磅礴 关于洞穴的真实规模 至今仍众说纷纭 尽管现代探险者 已经绘制出部分地图 但很多人仍相信 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里 隐藏着许多未被发现的区域 或许能揭示出更多的秘密 最早的探险记录 可以追溯到1930年 由法国洞穴学家 诺贝尔赛尔进行 他勇敢地下探至480英尺 随后的探险活动 如1969年 埃克赛特大学的探险队 也发现了更多的董事 进一步扩展了 我们对这个奇妙地方的了解 洞穴内的清澈地下河流 蜿蜒流过 为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提供了生命的源泉 更为洞穴增添了无尽的神秘感 第六位 康哥洞穴 康哥洞穴坐落在 南非西开普省的奥特镇附近 是一个广袤的石灰岩洞穴网络 真可谓是大自然的杰作呀 这些洞穴 依偎在斯瓦特贝格山脉的山脚下 是该国最著名 最受欢迎的自然景点之一 延绵超过2.5英里 虽然目前对游客开放的 仅有四分之一 但每一寸都有探索的乐趣 这座洞穴的历史 与人类息息相关 早在中时期时代和晚时期时代 就有证据表明 早期人类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洞内的壁画和文物 让我们得以窥见 那些古老的人类 曾将这里视为重要的圣地 甚至在现代被重新发现之前 康哥洞穴就早已承载着无数的故事 1780年 因为好奇的当地农民 意外地发现了洞穴 走进了如今 被称为范琪尔大厅的地方 这个大厅的长度 几乎和一个足球场一样 让人不禁想象 古人曾在此聚集的场景 洞穴的形成 可以追溯到前韩武纪时期 石灰岩的历史 足足超过了11年 这些洞穴是通过水的缓慢侵蚀 逐渐形成的 经过数百万年的变迁 才孕育出了复杂的隧道 和壮观的洞室 从19世纪开始 康哥洞穴便吸引了 无数科学家的目光 1829年 安德鲁史密斯博士 前来研究这片神奇的地方 揭示了它的独特魅力 进入20世纪 洞穴的探索活动 依然不断深入 特别是在1970年代 又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康哥三号 这是一个全新的洞穴部分 探险者通过排干 一个水下通道进入器中 揭开了新的谜团 洞穴中最大的大厅 长约980英尺 是众多吸引游客的亮点之一 现在游客们 可以通过导游的带领 探索那些开放区域 亲身体验 这个古老岩石的故事 站在洞穴深处 仿佛能听见那些 早期人类的回声 与大自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带来无尽的遐想 与探索的乐趣 这里不仅是一个探索的场所 更是人类与自然历史的交汇点 值得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人 前来亲自感受 第五位 蝙蝠洞 蝙蝠洞位于马来西亚 卡伦波以北约7英里 是一个充满宗教历史 和文化意义的神秘洞穴系统 它由多个洞穴 和宽敞的大厅组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寺庙洞 要到达这里 您需要攀登272部台阶 虽然有点累 但绝对值得 这个地方对于印度教徒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朝圣地 尤其是在吸引 大量人群的节日期间 气氛热烈而庄重 寺庙洞穴是最大的主大厅 长度约为12200英尺 内部宽敞高耸 此外呢 还有一些较小的洞穴 和更高处的露天画廊 让人亲近自然 蝙蝠洞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59年 当时动物学家 威廉坦普尔霍纳迪 首次记录了这个地方 最初他因成为 英国殖民者的休闲圣地 而受欢迎 常用于野餐的活动 2006年 这里增添了一座 重达140吨的 印度教神奇 木鲁干的雕像 成为新的地标 每年1月或2月的 图萨姆节期间 蝙蝠洞更是人潮涌动 成为印度教 庆祝活动的重要场所 此外 洞穴内栖息着长尾猕猴 游客常能见到 这些活泼的猴子 在周围游荡 偶尔还会抢走 游客的太阳镜或灵石 增添了趣味 蝙蝠洞不仅是 宗教虔诚的象征 更是文化庆典 和自然奇观的融合 不论您是想体验 神圣的氛围 还是感受独特的自然魅力 这里 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旅游目的地 每次探访 都能让您与 这片土地的灵魂 更加的贴近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第四位 最古老的洞穴之一 延伸数英里 仿佛一部记录 数百万年历史的 自然史诗 洞穴形成于 2.4亿年前 当时非洲 是超大陆 刚瓦那的一部分 包括现代的南美 阿拉伯 马达加斯加 印度 澳大利亚 和南极洲 洞内的石灰岩结构 在1.4亿到2亿年前 开始形成 以每世纪 约1英寸的速度 持续生长 见证了地球的地质活动 最大的大厅 PR大厅直径 230英尺 高121英尺 宽敞的空间 让人感受到 大自然的伟大与神秘 这个大厅 已在洞穴历史上 发挥重要作用的 菲利普斯鲁道夫 欧文命名 仿佛在讲述 在此徘徊的人们的故事 令人惊叹的是呀 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 可以追溯到 约180万年前 当时的智人 是人类的元祖之一 考古学家 在洞穴挖掘中 发现的原始石器和文物 如今展示在洞口附近 提醒我们这片 洞穴的淡水源 和适合储存食物的空间 使其成为理想的避难所 吸引了早期的人类 自1970年代以来 苏德瓦洞穴经过改造 PR大厅被打造成 可容纳约500人的音乐厅 这里的升学效果 和舒适温度 得益于洞内自然流动的空气 这种气流的来源 至今仍是个未解之名 在历史上 这种气流曾保护洞穴 成为传奇的见证 洞穴系统的广泛网络 和独特的自然结构 如参孙柱 火箭和尖叫怪物等 展现了自然塑造洞穴的奇妙景观 走进苏德瓦洞 您不仅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壮力 还能与地球上最古老的故事 不弃而喻 仿佛与早消逝的文明 产生共鸣 每一次探访 都是一次穿越古老历史的奇妙旅程 第三位 齐国家公园 位于泰国的齐国家公园 蝙蝠洞 是一处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 洞穴坐落在卡爱国家公园边缘 后者是泰国第二大国家公园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 这些洞穴经过侵蚀 形成了广泛的隧道和大厅网络 成为蝙蝠的理想栖息地 每当夕阳西下 月亮升起时 成千上万只蝙蝠在洞中活动 仿佛点亮了整个洞穴 它们的出现从小黑点开始 逐渐汇聚成一条浩浩荡荡的蝙蝠河 展现出大自然的奇妙 洞内栖息着大量的蝙蝠 它们与环境形成了默契的共生关系 蝙蝠的活动 吸引了猛情在洞口等待捕猎 展现出生与死的自然循环 在当地文化中 某些蝙蝠洞受到尊敬 甚至被僧侣崇拜 仿佛像被安放在洞穴附近 体现了自然与精神的和谐共存 公园内的步道和景观点 让游客能够安全地欣赏蝙蝠活动 而不打扰它们的生活 这种体验 让人们与自然亲密的接触 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厚联系 第二位 山河洞 山河洞意为山河洞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洞穴 其规模足以容纳一座现代摩天大楼 内部甚至拥有一片小型丛林 它位于越南与老挝的边界附近 代表了自然界最令人惊叹的地下结构之一 该洞穴最初于1991年 被当地人霍康发现 但因为快速流动的地下河 和巨大的垂直落差 它并未深入探索 直到2008年 霍康才向英国洞穴研究协会提及这一发现 重新找到了入口 2009年 在霍华德·林伯特的带领下 探险团队对洞穴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研究显示 该洞穴已有200万到500万年的历史 由酸性地下水对石灰岩的溶解形成 洞穴延伸约52英里 著名的越南长城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高达200英尺的流石壁 正是探险者首次调查时的一个挑战 主通道超过3英里 最高处达660英尺 宽490英尺 横金面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洞穴 路洞的两倍 山洞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 是内部塌险区形成的小型丛林 屋顶的坍塌让阳光透入 创造了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 这片地下丛林如今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 包括犀鸟 飞虎和猴子 自2013年起 游客可以探索洞内并露营 但研究显示 山河洞与附近的洪洞通过地下河流相连 使洞穴的体积 可能增加了超过57000万立方英尺 怎么样 您是否有兴趣一探究竟呢 第一位 芬格尔斯洞 芬格尔斯洞位于苏格兰赫贝里底群岛的斯塔法岛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器官 洞高72英尺 深270英尺 内部墙壁由六角形玄武柱岩组成 仿佛大自然的建筑师用魔法雕刻而成 这些柱子源于6000万年前的熔岩流 形成了迷人的视觉效果 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巨人的迷宫 在古代的凯尔特人眼中 这里被称为和谐之洞 声学效果优雅 仿佛在为您献上一场天然的音乐会 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啊 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根据传说呢 这里是巨人芬恩麦克库尔 与爱尔兰的巨人之路相连的地方 传说中的桥梁如今已经化作传奇 让人心生向往 芬格尔斯洞在1772年 被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重新发现 他把这里与芬恩的故事结合 赋予了洞穴更深的文化内涵 这个地方不仅吸引了 无数浪漫主义时代的艺术家 连作曲家菲利克斯·门德尔松 也被其魅力所吸引 创作了芬格尔斯洞序曲 音符仿佛在洞内回荡 讲述着神秘的故事 从威廉·华兹华斯 到维多利亚女王 许多名人都曾造访 芬格尔斯洞因此成为文化底标 承载着无数的奇闻趣事 即使在现代呢 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 也在未发行的歌曲中 提到这座洞穴 艺术家马修·巴尼 则将其融入作品 展现了芬格尔斯洞 在当代艺术中的魅力 探访芬格尔斯洞 您不仅能欣赏到 壮丽的自然风光 还能与古老的传说 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 每一次体验 都像穿越时空的奇妙冒险 接下来请继续欣赏 我们为您精心挑选的精彩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不妨点击通知按钮 这样每次我们更新视频时